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分子厅小学的梁老师,上节课我们畅游文字博物馆,读了有趣的贝德故事,认识了很多汉字朋友。 这节课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和我们一起在博物馆里开一场汉字故事会,快来和他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贝贝,很高兴见到你。 在故事会开始前,贝贝想请你帮助他,为来宾准备小礼物。 如果你能把词语读准确,小礼物就会出现了。 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快来读读吧。 试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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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声读出 邀请函上的字 转 陪 财 购 贫 贫 这五张邀请函成功送出 你还想帮贝贝补充邀请哪位贝字族成员呢? 有的同学想邀请货物的货 珍贵的贵 祝贺的贺 赞美的赞 这些字宝宝看到邀请函觉得故事会太有意思了 想带个朋友一起来参加 快帮助他们找到朋友吧 请你读一读学习单上的字再连一连 贝字旁的字带着好朋友们来到了会场 我们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赔本 财产 购买 贫苦 同学们 现在故事会要正式开始了 让我们先来讲贝字的故事 请你读一读贝的故事想一想 贝字的故事该怎么讲呢? 我们可以利用文中的插图来讲贝字的起源 我们还可以借助贺文中的词语 讲一讲贝的用途和贝字旁的字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接龙讲故事 我们先来看图 从贝字的起源讲起 贝就是生活在水里的动物 它用贝壳来保护自己 就是甲骨纹中的贝字 多项鸟上张开的壳啊 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贝子 我觉得这位同学借助插图 把贝字的起源和演变过程讲得很清楚 我想接着讲 因为古时候 人们觉得贝壳十分漂亮 又十分珍贵 所以喜欢把它们棒做饰品 赶在身上 而且因为贝壳可以随身携带 不容易损坏 所以被当作钱币 因此贝字旁的字 就和钱财有关系了 比如 赚钱的赚 赔本的赔 购买购 货物的货 这两位同学观察图片 借助关键的词语 同时还用上了 因为 所以 所以 就把故事讲得非常清楚了 刚刚 听了学习小伙伴接龙讲故事 现在 请你来试一试 完整的把故事 讲给身边的人来听吧 大家都在汉字故事会 展示了讲故事 瞧 贝贝 被你们点赞了 同学们真棒 接下来 快和我一起参加挑战赛吧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同学们 请你读一读 给出的资料 猜猜 猜猜 加点字的偏旁 与什么有关 再说一说 你的理由 我看到第二幅图上 画着几件翡翠首饰 有郁卓 郁掉碎 就猜到了王子旁 与郁有关 那王子旁 和郁有哪些圆圆呢 贝贝为我们请来了汉字小博士 讲王子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汉字小博士 我听到有小朋友提到了王子旁 那么王子旁的字 到底和什么有关呢 请你认真的听我说 王子旁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邪玉旁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 是因为古时候 王子和郁字长得很像 都写作三横一竖 但三个横的间距 是有差别的 王子中间的这一横 写的更靠近最上面那一横 而郁字的三横 是等距离的 你们看 这就是甲骨文的郁字 就像用一根绳子 串挂着三块玉石 所以啊 郁字的本意就是指玉石 看看这几个平时我们常用的斜玉旁的字最早都是什么意思 里最早的意思是加工玉石 环指的是像这样的圆形的中间有孔的玉气 真说的就是珍珠 美玉等保护 零是指玉和玉透极时发出的声音 还有很多很多贤玉旁的字呢 比如 玩 弄 球 他们和玉又有什么关系呢 请你回家想一想 查一查吧 相信聪明的你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原来 房子旁的确和玉气有关系 恭喜同学们 顺利闯关 还有一幅图呢 谁来试试 我看见第一幅图包了一面古代的铜镜就猜到金子旁的金属有关 是这样的吗 请同学们来读一读下面的小资料吧 金的故事 甲骨文中的金坏的是埋在泥土中的金属 古时候所有金属都叫做金 银也称作白针 铁也称作黑针 而且 金在古代用数可大了 比如 古人一提褚馍之针 用金童造一口中 所以 金做贫困的字 大多和金属有关 如 鲜 一 看来 天堂能帮我们认识更多的汉字朋友 恭喜同学们 全部顺利通过挑战赛 我们在汉字故事会上 听故事 读故事 讲故事 贝贝想为每位同学 分发一枚汉字徽章 你能帮她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吗 我们需要把这些汉字 工工整整的书写在徽章上 来 我们先来读读今天要写的字 钱 财 购 可 还记得书写小锦囊吗 一看结构 二看宽展 三看笔画 前 财 财 购 都是左右结构 前 购 左窄 右宽 财 左右宽度相等 可 上下结构 是要窄 中间突跑盖写得点一些 即要写宽 再来看看笔画 财 被子旁要瘦长 撇尖低 点要高 够要注意 左右两边都要写得瘦长些 可 要注意 上面的是 笔顺是长横 竖 短横 下面先看老师写个钳字 左边是个金字旁 竖题最后写 右边两短横 鞋钩 鞋钩 要写长 还有一段撇 最后是一点 请同学们 请同学们拿出学习单 调整好书写姿 头正 尖平 被子 足啊 还有三个一 调整好 开始写字吧 最后 请把你写得最满意的那个字 公公整整的写在徽章上吧 这节课 我们跟着贝贝 一起参加了汉字故事会 真有趣啊 请同学们下课后 把贝的故事 讲给家长或小伙伴听 中国汉字博大精深 每个汉字都有个有趣的小故事 每个汉字都蕴含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希望同学们课下阅读更多的汉字小故事 认识更多的汉字朋友